10月,一个狂风暴雨的早晨,安静的哥本哈根郊区发生一起凶杀案 一名女子在操场被残忍谋杀,而且死前还遭遇了残忍的折磨 她被断气殴打了50多下,随后一只手臂活生生剧断 直到凶手打中了她的眼睛,这漫长的折磨才结束 警方在附近苏醒良久,却怎么也找不到断掉的那只手 而奇怪的是,现场还有一个例子做的小人 负责此案的调查员图林组访得知 死者是名牙科护士,还是个单亲妈妈 不过最近先交了个男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案发时男友在卫地出称,现在刚刚返回 但图林询问时,却发现他有所隐瞒 因为无法核实他的不在场证明 而且在他走后,牙科护士立马给家里换了锁 很像是两人出现情感危机 图林怀疑是男友阴暗生恨,杀了牙科护士 但他并没有证据,目前只能等待法医的验证结果 根据伤口,法医推荡出尸体的司法以及死亡时间 死者应该是被人从家里运运后 才拖到操长上出行,但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而在那个例子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例子人身上有个指纹,而通过指纹对比 显示那个指纹属于社会部部长的女儿 但他一年前就死去了,图林对这个案子有印象 部长女儿失踪后,警方不敢含糊,出动大批人马寻找 可最终抓到的凶手却是个精神病 只知道自己杀人分尸,却忘了把尸体埋在哪 难道部长女儿还没死?图林和搭档想找部长询问一下例子人的事 但警长不想他们打扰部长的生活 因为当年的案子给部长夫妇的打击挺大 与其让他们抱有毫不可能的希望,还不如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回到警局 图林发现死者的手机上发了一段语音 点开来一听,竟然是一段关于例子人的童谣 这算什么,对警方的挑衅 警方立即对发来消息的手机进行定位 抓住了一个正在偷拍女儿的变态男 但他的手机上并没有关于那段童谣的消息记录 难道是抓错了?搭档不信心 又翻了下变态男的包 发现里面有来自牙科护士的快递 打开一看,竟然是牙科护士被剧断的那只手 这不妥妥的是凶手吗? 可变态男也表现得很吃惊 而且他根本不认识什么牙科护士 看他的神色不似座位 图林有了新的怀疑 凶手发来那段童谣明显是挑衅 可变态男却跟护士没有交集 那这极有可能是凶手的死亡预告 联想到受害者是名女性 图林推测变态男的妻子正处于危险中 立马安排人手赶去变态男家里 但还是迟了一步 等他们赶到时 变态男妻子已经被残忍杀害 这次受害者失去了两只手 而且在案发现场 警方又找到一个例子人 同样的 上面也有部长女儿的指纹 搭档推测 这可能是连环凶杀案的开端 图林同意他的观点 并且取消了对护士男友的怀疑 因为第二起凶杀案发生时 男友正和律师待在一起 但两起案件除了作案手法以及那个例子人 凶手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案子该从何查起 图林和搭档决定从变态男这里入手 两人询问得知 变态男有过几段婚外情 他的妻子正因为这件事和他闹离婚 不过警方还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些血迹参与 这可不仅仅是闹吧 变态男解释血迹是女儿留下的 因为他不小心摔断了鼻梁骨 目前在儿科医院治疗 这都是可以查到的 图林心头一动 牙科护士的儿子 目前也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跟变态男的女儿所去的医院是同一家 儿科医生或许有些线索 医生对牙科护士有些印象 因为他儿子患有自闭症 经常来医院治疗 不过设了很多办法都没用 但忽然有一天 护士不再来医院 原因是有人匿名向社会服务部 举报他对儿子属于照顾 两人在社会服务部找到了那封举报信 上面写着 那个自私的妓女只想着自己 从不关心儿子 举报人希望社会服务部 把护士儿子带走重新安置 还说护士的家里有证据 两人立刻赶去雅科护士的家 搭档在孩子的卧室 找到一些藏起来的话 画风从明眼到黑暗 黑暗的那部分指向地下室 搭档根据画的位置找到地下室 发现这下面竟然有个小房间 正对着床的位置 还放着一个摄像机 忽然一个黑衣人冲出来 把他扑倒在地 拿上摄像机和电脑就要跑路 图林及时赶到 发现那人竟然是护士的男友 他拿回了电脑 但还是让男友跑掉了 那这个电脑里有什么东西 警方赶到后破解电脑 发现电脑桌面上 有几个以月份命名的文件夹 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 都是护士男友 猥亵他儿子的录像 护士应该是发现了这件事 才会把锁换掉 如果凶手童年有过类似经历 确实会对虐待儿童的人报复 那更应该杀死男友啊 为什么会报复仅仅是失查的护士 而且变态男的妻子是怎么回事 图林又调查了一番 发现变态男女儿骨折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变态男的家暴造成的 妻子跟他离婚的原因也不是婚外情 而是因为家暴 并且变态男也曾被人匿名举报过 案子的相同点出现了 但还有一点说不通 这两起案子中更可恨的是父亲 但凶手却选择报复母亲 难道凶手认为 不能及时保护孩子的母亲 比加害的父亲更可恶吗 不过无论如何 凶手的作案动机初不确定 两人可以从虐待孩童这方面查起 第二天两人去了社会服务部 查看了有关绝带儿童的举报信 果然找到一封关于变态男家里的举报信 跟护审那封举报信措辞相同 看来这个匿名人士应该就是凶手 图林想到 凶手每次动手前都会写举报信 或许是想给政府部门最后一次干预的机会 如果政府一直没有座位 那他就会按自己的方式处理 那下一个被害者 会不会已经提前预告了 两人查了近一年有关绝带儿童的匿名举报信 最终锁定一封文笔相似的来信 上面举报的是一个24岁的单亲妈妈杰西 她有一个6岁的女儿 杰西经常酗酒 对女儿不管不顾 挺符合凶手的杀人条件 此时杰西正在勾引一个学生家长 但男人贴上裤子就不认人 给了他一颗耳光 说这是最后一次 那些对这狗男人都无语了 大骂着走出门外 忽然 他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于是赶紧跑出地下车库 正好碰到来找他的徒林 根据凶手两次行凶的时间间隔 徒林推测下一次动手就在这几天 冒险制定了一个诱惑计划 他穿上杰西的衣服 抱着一个假孩子回到公寓 按照以前的杀人规律 凶手会先来到家里把人迷晕 果然 入夜之后 一个打扮可疑的男子 悄悄来到公寓门前 看样子是凶手没跑了 警方立马开始行动 但等他们抓到男人后 却得知那人是跟杰西偷情的学生家长 深夜过来是因为半小时前 杰西给他发了偷情视频 想要勒索他 但徒林知道这不可能是杰西发的 因为诱步行动开始前 杰西被警方安排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还留了个警员保护 根本不会把人约到家里 那杰西那边会不会出了问题 等徒林他们赶到杰西那里时 发现负责保护杰西的警员已经吸收 而不远处的梦庄上 绑着杰西的尸体 这一次尸体没了双手加一只脚 现场同样留下个例子人 这下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而且死了个警员 警长总算松口 同一两人去询问部长夫妇 搭档查看当年部长女儿失踪时的案件资料 发现当时的失踪现场也有一个例子人 这也实不实说明 现在这几起案子 是当年那桩案子的后续 真正的凶手并没有落网 抱着这个猜测 徒林和搭档找上部长谈话 因为那个例子人以及部长的职务 搭档推测 凶手的目标很可能就是部长 其实部长这段时间总时不时受到一些威胁 有网友给他发来带有女儿照片的威胁邮件 还有人在他的车子上涂鸦 说他是凶手 但为了政党的需要 情报部门封锁了这些消息 部长想不起来有什么私人恩怨会被人报复 但他曾经以论同案例中的孩子重新安置 或许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对此有些不满 不过具体哪桩案件会让人生起杀念 得查一查才能知道 两人走后 部长开始自行查找以往的案件 助手查找的时候 想起一件对社会服务部一件很大的案子 甚至还闹上过法庭 当时有一个儿科护士得了产后精神病 政府就把他的孩子重新安置 但孩子到了新家庭不久 却因为肺炎缺失 或是因此非常憎恨社会服务部 完全有可能对部长打击报复 与此同时 搭档调取当年部长女儿的案子 发现当年认罪的那个精神病 毕克经常黑进警局系统查看凶案 可能是某些凶案让他的认知产生混乱 有人一举报 他就分不清坏巧和现实 而且警方在他那里搜索的凶器上 只有部长女儿的血迹 并没有夹杂骨械 如果毕克真的把人分尸 不可能没有鼓歇 但当两人把这些事告诉贝克 希望他能回忆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误导他 但贝克却神情志的笑了 认为自己能被真正的凶手选中 然后作为计划中的一环是种荣幸 搭档一直不住怒火 挥起拳头与要打贝克 却被监狱的警员阻止 出来之后 同龄和搭档收到部长的消息 随后赶到护士家 发现护士家里至今还摆着孩子的遗照 墙上还贴着很多关于部长的照片跟新闻 看来护士就是威胁部长的人没错了 而且儿科护士的身份 也跟受害人有所联系 警方怕当护士还是粒子杀人案的凶手 但一番调查之后发现 护士在今天下午三点提前下班后就没了踪影 更恐怖的是 护士的丈夫竟然是部长新招的刺激 他刚刚还带上部长的儿子去打网球了 这一下事情大调了 警方不想天罗地网 封锁了各个路口 但这也让精神失常的护士选择了鱼死网破 他拿着一把刀下车 准备让部长也感受下他的痛苦 丈夫不太认同 给部长一些教训就好了 没必要闹到杀人的地步 争执中 护士割伤了丈夫 但在丈夫的不断安抚下 护士最终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 附近来了一辆白色轿车 不久后 警方砍到现场 发现护士和丈夫双双死亡 不过孩子没事 警局同事一致认为 是护士精神病发杀了丈夫 之后又心里崩溃 选择了自杀 搭档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丈夫在第三起案件中 有不在场证明 可警长只想快点结案 对搭档的质疑终而不闻 而图林也认为 护士夫妻是凶手 因为他在护士家的配电箱里 发现了之前几个死者 被切下的手脚 骇人听闻的连环凶杀案 似乎就要草草结案 图林已经申请调往网络部门 这样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女儿 而搭档也要被调回原来的警局 但就在他上飞机时 信息部的同事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那是贝克黑进当系统后 点击次数最多的谋杀案 而这起案件的照片上 也有个例子人 那这起案件跟最近的凶杀案 有没有什么联系 搭档没有坐上飞机 而是驱车前往郊区小镇 调查那桩案件 案子发生在30年前 目前只有一个老警员知道内情 老警员告诉搭档 他当时的上级老马 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那天老马接到报警 农场里跑掉了一些牛 于是赶去农场主家里处理 但当他赶到时 却发现这里发生了一桩灭门惨案 女主人死在浴缸 而屋里有三个孩子躺在血泊中 忽然老马发现 其中一个孩子还有气 是这户人家领养的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还有个姐姐 老马继续搜索 终于在地下室找到姐姐 但就在他安抚姐姐时 身后有了动静 等警方赶到时 老马已经牺牲 事后警方推测 凶手应该是农场的男主人 他被自己的罪过压垮 导致精神失常 因为这家人收养孩子 只是为了拿到政府的补贴 对孩子根本不上心 甚至对两个孩子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男主人把两个孩子 关进地下室 猥亵双波胎中的姐姐 而负责拍照的就是女主人 在此期间 他们把弟弟锁进房间 让他去做例子人 每次都是如此 而地下室留下那么多例子人 可见农场主 丧心病狂的行为 持续了多长时间 搭档认为这起案件 存在疑点 一个人渣 怎么可能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恶性 良心不安 他们有没有良心都不知道 可能是那个男孩 但双胞胎中的姐姐 一年多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当案里没有地址 而男孩满18岁之后 就没有留下住址 无奈之下 搭档只能查找 关于这对双胞胎的寄养记录 看看有没有人和他们保持联系 而在查找时 搭档发现一件事 那对双胞胎在被送往农场前 曾经有一个寄养家庭 而那对夫妻之前 还领养过一个孩子 竟然是部长 与此同时 部长在家里看到几个例子人 还接到了凶手的信息 如果想知道女儿的遭遇 就一个人过来约定地点 开车的途中 部长脑海中回忆其往事 当年养父母领养双胞胎后 部长表面上毫无芥蒂 但心里却在担心 双胞胎会分走养父母的爱 于是有一天 他对养母说双胞胎欺负她 还凑近养母耳边说了些悄悄话 好像是弟弟对她做了些什么 养母相信了 毕竟没有哪个女孩子 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不久后 双胞胎被送走 之后才有了在某场的悲惨遭遇 而部长现在却在为怨点儿童发生 真是有过讽刺的 甚至如果没看到 那个小时候一起做的例子人 部长根本都想不起来这件事 另一边 搭档在双胞胎同学的家里 看到了双胞胎的照片 露出不敢置信的声情 因为双胞胎中的弟弟 竟然是警局的法医 怪不得警方在案发现场 找不到凶手留下的痕迹 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查得到 但等警方赶到法医家里后 发现他已经消失不见 而几个小时前 图林还和他一起出去了 那图林为什么找上法医 原来他参加女儿的校园活动时 听到老师正在介绍粒子的品种 图林暗骂自己愚蠢 只要知道粒子的品种 不就能缩小查案范围吗 于是他让法医带上 案发现场的粒子前来对比 终于找到了那种粒子树 而这附近还有一个农场 他决定去里面问问 这个农场就是当年 那个农场主的房子 现在已经被法医买下 作为他的秘密基地 图林看着农场里的 说过时法医已经准备好迷药 把他迷晕过去 法医其实也很无奈 因为他并不想对图林动手 但图林非要装上来 那就没办法了 不久后 部长赶来农场 原来这里就是两人约定的地点 法医把部长带到餐桌 回忆以前的童年时光 甚至胁迫部长和唱那首粒子人童谣 部长想知道女儿在哪 只好配合法医 但法医只是在耍部长弯 之后一刀把部长的手钉在桌子上 用迷药把他迷晕 部长醒来后 最后一个人就是部长 但在他举出电锯 看看割下去的时候 一辆轿车闯入农场 是搭档找过来了 但他根本不是法医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制服 法医知道自己时间不多 于是给搭档和部长身上浇上汽油 准备把两人烧死 点燃汽油后 法医还把图林带走了 因为图林是个单亲妈妈 他的女儿需要母亲 也看伙是蔓延 搭档发现了法医留下的锯子 在最后关头锯开铁窗 背着部长逃出生田 与此同时 图林清醒过来 立马和法医打了起来 不久后 搭档拦截到车辆 还打电话通知了警局 法医想来个鱼死网破 但图林和他争夺方向盘的控制权 车子失控装到树上 图林受了些伤 但法医运气不太好 被树枝穿胸而过 关于部长女儿是死是活的消息 也问不出来了 不过警方调查了法医近一年的出生记录 发现他经常去德国看望姐姐 或许法医姐姐那会有点线索 在那里 警方找到了部长女儿 当年就是姐姐把部长女儿保下来的 这下事情是真的结束了 图林送搭档前往机场 临走时 他把女儿画的家庭树送给搭档 搭档发现 家庭树里还有自己的照片 看来图林女儿很想让他当自己的亲人 就是不知道 两人还会不会有所交集 与此同时 贝克被放了出来 这个喜欢尸体的精神病 会安心过上平静的生活吗 至于法医为什么杀虐童时间那么近 片中只有隐晦的提示 法医说过 在家庭关系中 父亲的存在可有可恶 而孩子一般更跟母亲亲近 所以母亲有保护孩子的责任 不禁则的母亲更可恶 可能也跟她的童年经历有关 但还是有些牵强 具体什么原因 小伙伴们这些脑补吧 韩丽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